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是正月初期 这几天走亲访友都感觉比上班还要累 但欢乐却增加了很多 大家是不是有感同身受呢? 今天呢,买了点苹菇,来吃点清淡的 给大家分享一道清炒苹菇的做法 这几天大鱼大肉吃腻了 来上这样一盘素菜,超级的下米饭 吃着特别的舒服 这个苹菇是我粗无买的 放到家里面两天 风干了,有点开裂 一定要赶紧给它吃掉 不然的话就不新鲜了 我们将苹菇先一朵一朵的给它掰下来 再用剪刀把根部给它剪掉一点 再把这种大朵的 将它撕小一点 这样炒的时候更容易熟 而且更容易入味 全部撕好后,给它放入大盆中 然后往里面倒入清水 往里面加点食盐 然后给它浸泡个一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我们再用清水 多给它清洗两遍 把苹菇给它洗干净 这个苹菇泡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不然炒出来水啪啪的 口感不好 洗至像这样水清澈 然后给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做这道简单的小炒平枯 这几种配料少不了 姜蒜,小米椒,青椒和大蒜 几个蒜子,给它切成蒜片 生姜,我们也给它切片 小米椒,给它切成马蹄片 青椒,给它去地 然后从中间破开 再把中间的籽给它剔掉 再把青椒,给它切成细条 全部切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再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蒜苗,稍微给它拍一下 然后切成斜刀段 然后切成斜刀段 叶子的话,将它切成小段 切好,放入小碗中备用 这平枯呢,虽然鲜美 但我们炒之前 一定要给它处理一下 因为它多多少少 有点异味 小朋友不愿意接受 水开以后 往里面加点白糖 这样可以很好的 去除掉里面的异味 水开以后 下入平菇 焯水的时间也不宜太长 将它焯水一分钟 就可以 焯水一分钟以后 迅速地给它捞出来控水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下入姜蒜片 小米椒 给它煸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 再把平菇给烙进来 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把平菇里面的水分 给它煸炒出来 调味也是比较简单 加入少许的食盐 一勺葱鲜鲜 少许的生抽 再来点蚝油 蒜桿叶加进来 然后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给它炒至入味 全程炒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一分钟就可以 如果时间炒得太长了 口感就不那么好了 翻炒一分钟以后 再堆点薄芡 然后把青椒给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 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最后把蒜苗 给加进来 一道非常好吃入味的 小炒坪菇 就制作完成 哇 出锅前 真的是鲜香四溢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一道美味的小炒坪菇 就制作完成了 像我这样做的小炒坪菇 味道非常的鲜美 过年过节的时候 像我这样做上一盘 比大鱼大肉还要受欢迎 真的是好吃到转圈圈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收藏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他们就好了 这 tier是在房子上 在房子上 走开心 看着 这都边就放开心 你吃完了 所以 最近 我都会吃予了 你马上 在房子上 我都会吃到 手 好 那个动作 哎呀好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